1844年初春 英国传教士在上海南市 创办了一所医院 这是上海开部后的第一家西医院 也是中国的第二家西市医院 为了宣誓 自己并不是来杀婴儿去眼睛的 传教士区域 中国古语人数济世 就叫人济 新民周刊报道了洛克哈托在 在华行医20年里的记载 医院一设立 每日大批人群涌来 人们喧闹着急切的要求就诊 病人不仅有上海人 还有许多来自苏州 松江和周边地区的人 人们所表现的信任 即使在我们交流的早期 也显得鼓舞人心 人济医院来者不惧 头两年接诊病人数量 高达惊人的1.9万人次 1844年至1856年 13年间 共诊治各科中国病患达15万人次 这是要写进历史的 人际医院病人医药费全免 没饭吃的穷人 还可领到伙食费 这也是要写进历史的 2022年3月23日 一个叫妮妮的护士哮喘发作 出于精准防控 保安客进职守紧闭大门 不准她进院 辗转送致耽误太久 护士痛苦窒息 最后正是死在了这家人际医院 躺在天有灵 当初建院的神府和嬷嬷们 送来一个憋死的同行 该多错愕 朝阳区永远不缺野生人波切 流言区永远不缺野生哲学家 有人说 政府防疫也有难处 谁都不愿意看到悲剧 疫情期间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要破心中贼 自己是自己最好的心理学家 没错 如果被暗地下摩擦太久 你就不会产生脸部的疼痛了 你会惊喜地发现脸部摩擦 居然分镜摩擦 动摩擦和滚动摩擦 慢慢地 你还可以变成一名物理学家了 有没有发现 随着经济不景气 越来越多的人爱读王阳明 钻研如何破心中贼 这不是求知欲 这特么就是一种精神病 王阳明破山中贼意 破心中贼难不是斯德哥尔摩患者 想象的那样 人家府一出手便破四十余债 杀敌七千 只花三十五天便利 勤拥兵六万的宁王 他继承陆九渊心急势力 反对成 诸事是误误追求 格物指之 提倡至良知 从内心寻找力 良知在前 践行在后 知行何意 没有良知的格局 叫装逼 满大街的斯德哥尔摩患者 在研读王阳明 他们在各种酒茶局生意局 以及泡妞的时候 都故作高深 只要心中无贼 世上便没了贼 其实是 自从你心中有了剑 你便是剑中 这些是迟早要写尽史书 大家都知道 长春四岁女孩得了急性喉咽 因没有核酸证明 死在等待就医的途中 徐慧有个临近肿瘤医院的小区封闭 一个职肠癌晚期患者放疗停了七天 以内出血 老伴跪在居委会门前 放声大哭 求求你们救救我老公 居委会绝不放行 次日凌晨 他老伴的问题就得到了解决 因为老人已经过世了 你随处可见 几个执法人员 当着众人拖住一个妇女就打 列车防控人员 历声斥责乘客 为什么要取下口罩吃饭 尽将警方果断拘留 谎称外出买菜 其实去世纪大道做工的年轻人 为了不饿死就外出打工 这是恶意谋生 而警方是善意抓捕 还有 沿顺路接到疫情志愿者威胁业主 别好赖不知 不配合的 你会永远各种健康马一尝 不信你试试 这辈子永远居家隔离 然后 一个老人要出去配药 居委会坚决不同意 老人就跳下来了 群众觉悟太低了 不理解政府的善意 为什么不喝几缸莲花清温呢 据研究 家里挂上钟南山的画像 可以包制百病 七字真言口诀是 资翁南山试骗子 我看到一些朋友说 支持精准防控 但不要一刀切 不要懒正夺正 这些朋友要么在诋毁勤奋的政府 要么习惯性自作多情 其实我们的政府很睿智 防控人员也很辛苦 他们从没有懒正 堕正也没有一刀切 他们付出这么多心血和财力 扑向人民 就是想达到今天的效果 无论长远布局 还是眼下管控 这都极具效率 最近流行的观点 奥密克戎虽然死亡率接近流感 可中国不能模仿外国 人口基数大 一死就是几百万人 既然接近流感 流感来时也没封城啊 对了 不叫封城 叫静止 这年头从不缺雕盘的人 这要合力 大概也就非洲猎狗比得上了 人性年久失修 有没有发现 有些人忽然就变得不像人 世界忽然恍若格式 忽然冒出很多奇形怪状的逻辑 一个同窗说 难道抗战是美国人 而不是苏联人帮我们打赢的吗 社会如此不公平 真应该回到文革 真怀疑我俩是不是读的同一所大学 是不是一起在狮子山下聆听过高尔泰的课 我偶尔还写不是为了改变什么 只是科学探索 处于跟研究UFO外星人一样的心理动机 前有武汉敲锣女 今有通州过桥女 遇事就哭喊谁来救我 货救后就发帖别拿我当工具 不要给国外抵刀子 所以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 帮吗 不帮吗 不帮没良心 帮了成傻逼 康德认为 恶是意志不坚定带来的 阿伦特认为 平庸的恶是不思考带来的 康老师和阿老师 你们都轻敌了 这些恶人意志坚定 精准思考过利益得失 甚至甲方需要帮忙饲养 就打着爱国旗号 玩命展示咬合力 有时即使没什么具体利益 但他们想想能把生活中 种种的不如意实施报复 也就实现了报复 就是用实施报复来实现自我报复 此生无望 不愿学习 端盘子闲累 创业怕风险 送外卖怕风雨 他们一直蠢蠢欲动 等待某个机会 一旦温度湿度合适 碰上个泥泞大雨天 就假装陈胜吴广接干二级 他们不敢挥湿 像咸阳 只敢挥舞幽形所向老乡 他们随季节变换形状 抵制日货时 他们砸同胞开的日料店 中美贸易战 他们就烧邻居家的那个 文革来了 他们就打死校长 反右时就把世界级物理学家 树星北弄去扫厕所 这位热爱祖国的物理学家 曾是爱因斯坦的助手 中国雷达之父 去世时 他将遗体捐献给青岛医院 由于没有及时处理 被发现时 已是半年之后 这是遗体 已不能用于研究 最终遗体被草草埋葬在学校篮球场 吕德水说 讲个笑话 你可别哭啊 最近总见一群女主播面带梨花的说 普京真难呢 一个人扛美国人的侵略 要不是这位真男人 美国人早打过来 占领我国领土了 这些女主播的历史知识 显然是美妆销售代表交出来的 他们一定记不住 唐弩乌两海这么复杂的地名 也不知道 李建深情演唱的贝加尔湖 就是苏武牧阳的地方 他们会以为海参崴盛产海参 江东六十四屯 是他家对面松花江顺数第六十四个屯 你不处条约 是唯小宝签的 还画了一个大鸡爪 你要是告诉他 这些过去都是中国领土 现在都在普大地之下 老毛子占了我国三百多万平方公里 每次占领杀人如麻血流成河 万额的美帝从未占我们一寸土地 一战后帮我们要回青岛 二战史出前出人出飞机 帮我们打跑了侵略者 为满洲国成立时第一个跳出来反对 而老毛子却第一个表示支持 前段时间普京还卖了致命武器 SS400给印度 算了 别告诉真相 女主播经不起卸妆 历史也经不起卸妆 就是这么一群分不清 黑海和李海的文盲军事外卫女 在抖音带货时兼职指点俄乌军事走向 跟周代于媳妇连敦克尔克 在欧洲都不知道 就敢扯上中国远征军一样 他们连弗拉底沃斯托克土地下面 埋着多少中国同胞的尸骨都不知道 就该使用成语 纯王齿寒 不容易 小学三年级的课本还没忘 总之 俄乌之战引发简体中文圈的激烈争论 其实只是以下两种脑回路之争 一个是秋海棠型的 一个 一种脑回路之予论 一种脑回路之予论 一种脑回路之予论